我身边的这一台是MG的木兰 它诞生至上汽星云平台的纯电动跨界车 这个平台有什么厉害之初呢 我们留在后面再说 先来看看MG木兰的外观设计 从前点开始 MG木兰整体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凌厉 扁强细腻的前大灯 所有的线条都向MG的车标汇聚 呈现出俯冲式的X型前脸 除了车标之外 没有任何的镀隔装饰 黑化的处理彰显年轻运动感 来到车身的侧面 MG木兰的车身长度只有4287毫米 轴距是2705毫米 长轴距短车身 有效的营造出四轮四角的造型 视觉上更加的沉稳贴地 另外A柱做了前移的处理 进一步的保证了车内的空间 再来看看尾部 从上至下都呈现了非常丰富的层次感 镂空的尾翼看着就很有运动的激情 Y型的尾灯从MG的车标 向左右两端去延伸 内饰没有开放拍摄 但官方早已公布了相关的素材 首先 内饰的灵感来自于红白游戏机 红白的撞色 童年的味道 中控台大量平直的线条 悬浮式的中控屏和操作台 经典设计之于平添几分时尚的科技感 最后寥寥上去新云平台 这个平台具备后驱和四驱两种形式 前麦克逊加后五连杆 独立悬架 50比50的前后比重 性能与操控有着先天的优势 所以MG木兰定位一款性能车 MG木兰搭载高功率的泳池总部电机 最大功率330千瓦 峰值扭矩600牛米 0百加速仅需要3.8秒 性能表现无用之谊 据悉MG木兰的CLTC工况下的续航里程是520公里 MG木兰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车 其外形尺寸与大众ID3相当 据说价格会控制在20万以内 强调性能的MG木兰是你的菜吗